一层彩色的小汤圆 一层冰沙 再盖一层满满的小料 天热了 白个小汤 就做这个冰汤圆 仍见仍爱 干货去拿走 开店去赚钱 大家好 我是评论王老师 传统汤圆 正月十五年年吃 冰汤圆你吃过吗 做汤圆的原料都一样 虫糯米粉三份 一个做原色白色的 一个做曲米粉红色的 再来一个菠菜绿色的 用的都是虫天然的 果蔬粉调色 这个颜色的深甜 自己调 200克的糯米粉 80度的120克热水 把糯米粉烫一下 为什么用热水烫 不用凉水去和呢 用热水呢 把糯米粉就糊化了 这样糯米粉容易成团 能提出软糯 劲道 以及口口痰的口感 趁热我们把它揉成团 和到这种光光的 不粘手的状态 就可以了 封闭好 醒一醒 红色的绿色的 同样的水温 同样的亮 去烫面 红的绿的正常 也揉成团 如光不粘手 封闭醒面 十分钟 行到四年后 三种颜色 都搓成这样的长条 下刀 下剂子 切小一些 上手搓成小汤圆 撒点糯米粉 抖一抖 摇一摇 包房子粘连 开水煮汤圆 煮到飘起 熟辣捞出 记住要捞冰水中 让表皮凶速凉透 这样吃着皮静倒 然后软糯 彩色小汤圆煮好了 接下来看一看 小料有什么 咱今天做一个红糖味的 水和红糖的比例 一比一 红糖融化后 给小火慢慢熬 把这次所有熬得粘稠一些 熬得这种粘稠一些的程度 就可以了 关火 凉一凉后 加一点蜂蜜 压一压红糖的厚苦味 熬好的红糖水 搭配一些西米 椰果 捞糟 泡好的枸杞 糖水 红豆 咱们今天冰糖圆的小料就齐了 这个小料没有一个固定的 喜欢吃啥 你就放啥 这个红糖也可以换成各种口味的 玫瑰酱口味的 羊汁干露口味的等等 外面小摆一个 咬糖圆 碗底铺上一层 爆冰机里加冰块 再爆一层冰沙盖上去 把小料各样往上摆 枸杞往上点缀一下 红糖水 剩个碗边 送进去 这样我们一碗 清凉解暑的冰糖圆 制作完成 冰糖圆做起来 就这么简单省色 夏天去摆摊创业 极营剂 用了博人眼球 绝对是小吃街上 最亮的一道风景线